不管是检查瓦斯表还是管线 瓦斯公司定期派人上门 但网路疯传 有人收到这张红色通知单 写着大台北区瓦斯补检服务 标明时间还附上电话 其实都是假的 就是说它是维修嘛 一共修理起来要多少钱 这样它金额就是超过5000块 就个骗钱 瓦斯检修变诈骗 受害者一个个跳出来 有人说以前被骗过 装一个瓦斯防爆器快到5000元 才知道一个不到1000元 按照电话打过去预约 他们来变成你情我怨 就不算诈骗了 也有人提醒千万不要上当开门 会一下子就冲进来 但是单子看起来跟真的一样 要注意一行关键字 写着现场收费就是假的 连电话也是骗人 打去就上当 像这张虽然没写要收钱 但是住户另外约时间 也千万别上当 主动约对方来 就不算诈骗 只有这张写清楚 不推销也不收钱 才是真的 要怎么分辨真假 瓦斯公司强调 没有协力厂商 并且会主动打给住户预约 都是趁下班 晚上才上门安检 会在电话里面先报价 收到瓦斯检修单 先看清楚别自己打电话 记得正常都是晚上才检修 也不会现场收费 避免被骗 百百损失好几千 记得王毅玉玲之会 高雄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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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